香港天后荣祖儿与四名师弟妹 包括荣儿、钟舒曼、洪卓丽和罗立威 参加星辰电台举办的音乐会 周宇在台上再歌再舞 同时也展现出谈了恋爱之后 他的精神面貌果然焕然一新 虽然周宇一般不想公开谈论男友刘浩龙 但私底下他们俩经常约朋友一起吃饭 更加不避讳的公然嗅甜蜜 不过早前他与刘浩龙吃完饭 同坐一辆车离开后 就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相传他们耐不住狗仔队的疯狂追访 以致干脆把车停在路边 然后报警处理 要警察出面做出调节 荣祖儿时候一直没有在香港 现在大家就听一听他的版本 那次我觉得纯粹是一个被追访的事情 一件好简单的事 因为那天那些记者为了要追访我 然后他们越过那些双白线 然后冲红灯 然后其实整个马路不单是我一个人 我相信是后面有些司机就是看不过眼 然后就报警了 并不是我报警 因为我也觉得我已经习惯了 我也不想被弄得那么不开心 到最后他们就 其实还是会跟对我来说 就算报不报警 所以我还没有就是做这个动作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安全 因为怎么说呢 我的司机那天是好害怕 因为那个车真的太危险了 他经验很浅 那我就叫他停在一旁 就让他心情少少的警顿一下 然后再开车回家 就是这么简单 狗仔队追访艺人 有时候会过了底线 不过荣祖儿跟刘浩龙 可不会因为这个 而不再上街 不再拍拖 荣祖儿的33岁生日之间到来 当天晚上主办单位 也有提前跟他庆祝 被问到私底下会怎么过生日时 他表示因为那天是父亲节 处于单亲家庭的他 会约老板杨树城吃饭 至于男友刘浩龙 有没有什么表示 荣祖儿就模棱两可了 好像都有祝我生日快乐的 好感动的了 OK 礼物啊 礼物没有啊 好像再看吧 16号再看 现在就没有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香港报道